我真的觉得英国太好买了 这个口纹它就是一个红棕色调 定妆效果还不错 中长款的外套 肘上的这个包 这个亮片 它真的做得非常的细腻 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我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左边这里也有一个小标志 哈喽大家好我是苏 今天的视频主题是一期购物分享 因为我到英国来已经快要两个月时间了 那这两个月也或多或少的买了一些东西 我今天就把它们都盘点了一下 然后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往下看吧 今天分享的这些东西呢 我把它们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一些护肤品 还有一些生活小物 第二类是一些服饰方面的东西 对我已经把它们都整理到了这个口袋里边 就一个一个来说 那就先从九月份买的东西说起 其实已经不算是新东西了 但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不定会对大家的双11 有一定的借鉴的作用 那首先第一个分享的就是CT的眼影 这盘影我自从买了它之后 几乎是每天都在涂 因为它的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也非常的日常 像我今天这个录视频也是画的这一盘眼影 我现在手臂上做一个试色 整盘眼影中最显色的就是这个颜色了 对它稍微有点偏棕 我一般就会用这个颜色来当眼线色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亮片 它真的做的非常的细腻 这个视频里边看的还挺清楚的 就我卧颤这儿有一点亮亮的 就是用的这个 涂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会让你的眼睛显得更大 更水灵 那眼影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东西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支口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MAKE的Mari Cash 也是9月份入手的了 这个口红它就是一个红棕色调 就非常的适合秋冬 但是像我平时涂这支的话 不会涂得特别的厚 因为它厚涂的话稍微有点不太日常 然后有点显老 所以我一般都是薄涂 那我也在手臂上给大家试个色做一个参考 哎呦我的秋衣露出来了 厚涂就是这个颜色 就其实真的挺显白挺好看的 如果大家对这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色一下试色 或者是去专柜试一下 因为每个人就是可能涂出来 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紧接着也是我9月份买的第三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是Arban Decay他们家出的一个定妆喷舞 也是有好几种选择 我当时选了一款适合混干皮的 就是这个 那我是觉得它的定妆效果还不错 每次我化完妆之后 就会喷的时候用打一个这个叉 喷在脸上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而且它真的很大一瓶 可以用很久 是一个菌菇水 我之前这瓶小的用完之后 然后我又去入了一瓶这个大的 就是去壁口嘛 因为我壁口还挺严重的 我看小红书有推荐 搭配理肤全的壁舞 就是会比较有效 除了去壁口以外还可以就是去痘印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都买了 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我来英国那么久了就前段时间一直都是在暴斗 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是一个冒一个一个冒一个 但是上周我不是买了个加湿器嘛 然后这几天就是每天都开着 并且每天晚上睡觉 我已经连续十天使用这两个 就晚上先用水 再厚涂这个壁舞 痘印真的会稍微淡一点点 像我之前录视频也是有擦粉底 今天也是有擦粉底 但之前视频里边粉底也掩盖不了我的痘印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视频里边就感觉要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把这两个搭配起来 看看有没有效果 不然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有那么一些一丢丢效果的 那再来说一个我用完了的 然后又回购的东西 噔噔 我又去回购了胶韵式的洗面奶 这一罐是已经被我彻底用完了 那个商场最近所有的化妆品都在打八折 然后我买的这个棉花籽洗面奶 原价是20磅 打完折之后打八折只要16磅 我上一次买它还是在成都的时候 和木子当时去逛街在王府井买的 我觉得它就是味道还挺好闻的 然后洗的也比较干净 尤其是它的泡沫特别丰富 这点我很喜欢就感觉你的脸会洗的特别干净 嗯这款还不错我觉得 下一个要说的是嗯我手中的科研式的高保持霜 这个是大瓶装的它还有一个比较小的 但是这个会更划算一些 这个是我的一个英国的朋友在用 他说嗯就还不错 我补水能力还比较强 所以我就去买来试一下 我买完之后涂它的就前几天都会感觉脸上特别的刺痛 就说明我的脸真的非常非常干 然后之后就刺痛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 它保湿能力还是比较OK的 对 这款也是我现在在用的一个护肤品之一 嗯下一个就说它吧 这是我在竹马龙买的香水 30毫升的树微草与海盐 这个味道也是老网红了 闻着就是很舒服的那种 我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我一开始是想去买英国梨的 嗯我觉得英国梨虽然也很好闻 但是我觉得这款味道会更清新一些 竹马龙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点 就是它真的香味太不持久了 就可能我今天喷了我到 我走到教室 味道就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也是它非常不好的地方之一 大家可以去网上买分装品 嗯试吻一下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入正装 下一个说它吧 是一个身体乳 孩子是The Body Shop 我选的是这款 嗯西幼味 对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味道 我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 特别的少女 里边的质地就还挺像果冻的 我已经用过一次了 就洗完澡之后全身涂 每次也不会用太多的量 因为它这个比较水润 对你取一点点 然后涂的话它就会 身体就会很快的吸收 所以也可以用的蛮久的 就是我还挺推荐的 而且它也不是特别贵 8.5磅 尤其是冬天嘛 皮肤更加的干燥一些 所以我觉得买身体乳 还是很有必要的 再来说我手上的这个 它是一个牙膏 牌子是 Regenerate 应该不对了吧 我也不知道 就这个牌子的 这款牙膏呢 据说是有修复牙幼质的作用 而且会让你牙齿变斑 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就去买了 你刷的时候会明显的感觉到牙齿有发热的感觉 就还挺神奇的 因为我才刚买一周多 如果用完之后效果比较明显的话 之后我应该也会回购这款牙膏 那今天说的最后一个小物品 H&M的指甲油 这是我手上涂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像我之前买过月氏风云的指甲油 它的刷头是没有这款好刷的 其次就是我觉得月氏风云的指甲油会稍微要干一点 这款会稍微的更湿一点 所以你涂的时候也比较好涂 像我这么手残的人 我觉得涂的还蛮不错的 我那天还逛到了一个南瓜色的指甲油 那款也挺好看的 我估计我下次去逛街应该会把那个拿下 好啦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服饰和包包类的东西了 也是先从9月份买的东西开始说起吧 第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包 这上次去UO的时候买的 当时对它一见钟情 因为本身今年就特别流行这种夜下包 就直接坐在地上给大家展示了 它就是这样子的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拆掉牌的原因是因为 我根本就背不了 因为天气冷了嘛 然后穿的也比较厚 这根本就已经套不进去了 所以我就先让它放在衣柜里边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它还有一个黑色 当时我去逛的时候 然后里边就是这样的 它没有其他的夹层 这有一个小的 不得不说它的做工没有那么好 因为毕竟它也不是很贵嘛 像这个拉链不是特别的好拉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它比较好看嘛 然后性价比高 接下来就是我在Brandy买的一些衣服 首先就说我身上的这一件 这件我已经就是出镜率很高了 这个卫衣里边是有这种绒 但它这个绒不是特别的厚 但是还是挺暖和的 选这件卫衣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墨绿色特别的戳我 它的质量也还行 摸着挺舒服的 是这种绵的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件卫衣 我还买了另外一件Brandy的上衣 一件白色的 也是很普通的这种 然后这件是稍微有一点短 就会露出你的肚子 然后我一般穿这个衣服 就会配高腰的牛仔裤 然后它就比较写身材 它摸着挺舒服的 比较有弹力 然后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排扣子嘛 你可以选择全部把它扣起来 你也可以选择就开一颗或者开两颗 我个人觉得就是开两颗扣子的话 会要更好看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会更加的显你的脖子更长一些 而且也没有那么勒的感觉 那这就是我在Brandy买的第二件衣服啦 这个皮带是我在李维斯买的 它会有学生折扣 就通通都是八折 设计的非常的简单 它这里就有一个圈圈 金属的圆圈 但是当它套在你的裤子上 你就会觉得这个皮带真的是点睛之笔 因为它会有一种很复古的效果 再跟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部分 总之这条皮带我真的非常喜欢 也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真的很好看 接下来说一条裤子吧 这条裤子 这是一条灰色的裤子 它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我是在维密买的 就是这个PINK系列 我一直都特别想找一条这种收脚的灰色的修行裤 那这条裤子刚好满足了我的所有的要求 然后它里边也是有这种薄薄的棉 但这个棉摸着就特别特别软 左边这里也有一个小标志 中间这个地方是可以调节它的腰的宽度 然后屁股背后就什么也没有 像现在冬天我其实可以里面穿一条秋裤 然后再穿个这个裤子 也是非常暖和的 这是一条半身裙 也是我在UO买的 它这个格子 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这条裙子我当时一进店里边 刚好它就穿在模特的身上 上半身搭配的也是一个紧身的毛衣 就整体搭配起来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当时就去试了以后 决定买它了 小设计还挺多的 这里有一个金属的圈 是用来调节你的腰围 解开之后 它就穿会稍微复杂一点 它没有那种拉链 穿的时候要把这个扭扣解开 然后再套进去 就变成这样 在裙子的右边 这里有一个口袋 然后还能装挺多东西 因为这个口袋还挺大的 这里还有一个标 对 然后后面就什么也没有 这个风格就是我很喜欢的这种 很休闲的风格 这个裙子上面可以搭配一些紧身的T恤 或者是一些宽松的 卫衣都还挺好看的 接下来是我在优衣库官网买的一件外套 这款外套是U系列的 之前国内上新了嘛 然后苏格兰就是格拉斯哥这边是没有 没有优衣库实体店的 所以我就是在官网买 然后从伦敦寄过来 我之前都没有先去看国内的价格 我就直接买了 买了之后才发现 在英国买是要比国内买还要贵 贵一两百块钱的 对 所以就还是其实不太划算 虽然我买贵了 但是也还是不后悔 特别的暖和 真的特别暖和 这是一个中厂款的外套 侧边有两个比较大的口袋 我把它的官网图放在旁边 这样看大家会更直观一些 这个拉链拉上来之后 这边是有这种扣子 把它扣起来 而这个扣子是隐藏起来的 它就是领子特别高 如果一直拉上去的话 是可以遮住我的鼻子的 就只露一个眼睛出来 帽子也特别大 但这个帽子它是可以取的 这里有个拉链就非常好取 我一般穿这件衣服的话 就是会把领稍微拉高一点点 因为它这个领如果散开的话 就有点像那种 王后穿的那种袍子 就这两边散得很开 所以我一般穿的话 把这个稍微拉起来一点点 就这样子 这样就好看多了 还有这件衣服 我其实不太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里边这个料子 包括它帽子里边这个料子 就黑的特别的亮 我就觉得其实有点奇怪 就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 风格的衣服 如果大家对这件衣服感兴趣 要购买的话 我建议是买小一个马 会比较合适一点 因为它真的很肥大 那这件衣服就介绍到这里啦 我现在口水都说干了 终于轮到最后一个 要介绍的东西了 这双鞋是我在马丁博士买的 当时是陪朋友进去逛 然后突然就发现了这双大头皮鞋 我之前就一直很想买大头皮鞋 因为我觉得它们看起来就蠢萌蠢萌的 它前面就会稍微要宽一点 但是穿上就特别特别可爱 我真的觉得英国太好买了 平学生证在这家店买也是打八折 因为我本身这次带过来的鞋都是比较偏休闲的那一类 然后买这个皮鞋就是主要为了搭配一些裙子 搭配一些大衣穿皮鞋就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它里边这个鞋垫也是送了两个鞋垫 一个是最普通的那种鞋垫 还有一个是家戎的鞋垫 像我现在里边垫的就是家戎的鞋垫 冬天穿还挺晚活的 我当时还顺手带了一个鞋油 鞋油也是打八折 里边打开之后有一个这个小盒子 这里面装的是海绵 就是你站起的时候就直接刷在你的皮鞋上 下面就是鞋油了 我觉得买鞋油还是挺有必要的 让你的皮鞋穿的寿命会更长一点 哇我终于讲完了 我现在好累 我现在要收拾这一堆东西了 特别特别乱 全摆在我的周围 好啦那这就是我这两个月分 那这就是我这两个月买的一些东西了 这个月还有黑五 然后应该到时候还会囤一波化妆品什么的 那么就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